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浪哥 这个影片其实是想给一些小粉丝的一个交代 就是我会看到有时候你们还是会评论 问我为什么没有更新的呢 为什么停止更新的呢 为什么没有出新影片的呢 这我就是想做一个交代 其实首先我想说一下就是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很想当youtuber讲实话 就我小的时候 其实我看很多外国的youtuber 就是看他们玩恐怖游戏的 就已经在我十年前的时候是很火红的 就是看外国人玩恐怖游戏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啦 现在他都已经退休了咯 就是看youtuber玩恐怖游戏 然后在那时候我就有了一个想法的 我会自己去想象 我能不能有一天也像他们这样子呢 就是玩恐怖游戏 然后当一个youtuber 可以享受游戏的同时 也能挣到钱 也能带给大家开心 我真的觉得做youtuber 其实真的是我的一个梦想啦 我一直都把它当做是一个梦想的 嗯 但是呢其实到了最近我为什么都没有更新的呢 其实是我现在都很专注在我自己的工作上了 啊 这这个意思是 我之前在拍youtube的过程呢也是有工作的 这是当然有的 我不工作我拿来饭吃呢 哈哈哈 就是我之前拍youtube我也是有工作 只是 我没有那么专心在工作 因为 我一心两用其实是很难的事情啦 我工作是做房地产的 也就是卖物质 卖房子那些 啊 之前我不是做这个工作的 我最近呢就改了工作 转行了 我做房地产这个行业了 所以其实我做这个行业呢是自由的 但是如果要赚到钱真的需要很专心在里面 所以我真的没有办法去分心做youtube了 然后更加重要的是 我并不想去制作一些很烂的影片出来给大家 就是我 就算我拍一个十分钟的影片都好 我至少都要花三四个小时 去制作那个加那些特效啊 剪接啊 音效啊 OK那只是制作了之后呢 我还要上字幕 然后一整个影片十分钟的话 我上字幕大概要用一天的时间 并不是 呃 开玩笑的 讲实话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 做的慢啦 可是讲真的我真的要花一天啊 如果一个十分钟的影片我要花一天来上字幕 所以真的我之前就是这样子 去做youtube 然后工作就没有那么的专心 然后我发现就是工作方面就很难得到事业有成啦 就是这么的一个意思 所以总结来说就是我没有办法一心两用 我刚刚也说了做youtuber是我的梦想 这个没有改变 可是因为在目前你们应该都知道我的youtube频道是完全没有一毛钱可以赚的 我的频道是不不达到要求的我的订阅人数还没有到一千 就算到了一千个订阅人数还需要更多的观看人数才能赚到才能开始赚到一些些的钱而已 所以我很清楚知道我根本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我没有这样子的时间再去慢慢的去建立我的youtube频道 我没有这个时间了 我要告诉大家 我要告诉大家其实我也是有女朋友的 我有一个跟我在一起两年的女朋友了 其实我以前也有想过如果youtube可以做起来了 我可能还能把女朋友介绍给大家 可是现在目前看来就没有这样子的机会了 因为我今年呢已经28岁了 其实我讲实话啦 我需要去专注在工作上 赚钱赚更多的钱 我需要结婚 我需要退休我的妈妈 我已经到了这一个年龄了 如果你们也是到了这个年龄你们会明白的 到了28岁我真的需要去赚钱 努力赚钱 结婚退休我的父母 所以我没有办法再去花时间一直 花时间在youtube上 因为youtube并不能带给我任何的收入 其实在我身边的人看来也是觉得我根本在浪费时间 在做一些争不到钱的东西 在所有人的眼中都是浪费时间罢了 其实这个并不是错的 因为这个世界你到了我这个年龄真的需要去赚钱了 很努力的赚钱 我并不是没有工作 我一直都有工作 只是我需要更加花所有的精神和时间去工作上了 我不能再花一天两天这样子去制作影片了 我真的做不到了 所以其实很遗憾 我的梦想其实我觉得 已经要成真的机会其实已经是 我自己心里有数了 基本上是不可能成真的 我的梦想 我的梦想其实就是当youtuber 可以当一个网红 就是可以赚到钱啊 我不是说要很有钱 但是至少可以在youtube上赚到一个可以维持到生活的钱 那样我就可以一直的坚持一直的拍下去 不需要停下来 可是我真的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我在这样子坚持多一年两年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赚到钱在youtube上 所以我很难坚持下去了 结论就是 OK 结论就是呢 我可能会离开youtube很长的时间的 可能我会回来也可能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因为如果可能我一回来的话就 可能我事业有成了 我有空闲呢 我可以去回来去去拍youtube了 可是现在真的不是那个时候 所以 我也很难说我自己会不会再回来youtube了 真的要看我的事业 如果真的可以做起来了 我觉得我可以 有时间了 我会回来的 那么 到了最后了 我想跟大家说 真的 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观看 虽然我知道自己粉丝也不多啦 只是 但是 讲实话 有时候我看到你们的点赞和评论 是让我很开心的 我这个 这个话呢 真的 我讲出来 其实你可能很难相信 但是 讲真的 每一个小评 每一个评论 每一个点赞呢 对我来说是很大的动力来的 很大的一个安慰来的也是 可是 呃 结果还是我需要去赚钱啦 真的 我一直都很期望youtube可以让我 赚到一些些的钱 我都可以很开心的 告诉我妈妈 啊 妈妈 我拍youtube赚钱呢 我可以一直拍了 我可以做youtuber了 对不对 可是 你好像我这样的话 youtube根本没有任何钱赚 我每天跟我的妈妈说 跟我女朋友说 我去拍youtube 她们的心里面都会觉得我根本在浪费时间罢了 当然我知道 可能我一直坚持下去 我总有一天我的youtube频道会获得成功 但是问题是在我真的 现在我很难坚持下去的 我没有时间 没有空闲去坚持 所以我必须去努力我的事业了 呃 那么 我就 说到这里吧 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观看 谢谢你们的订阅 那么 可能我会回来 可能我不会回来 总而言之 我要跟大家说 现在要对大家说再见了 拜拜 我会变成了 有点 我会变成了 对大家 我会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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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会变成了 你 我会变成了